大家好,我是孫運喜,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是回馬昌續集之散水 先說說港股情況,港股走勢真是差,高開了百點 不過氣候很快升幅就不見了 然後慢慢就跌,下週更加越跌越多 最後全日跌510點,跌穿2萬5千點關口 收2萬4千970點,跌5萬4千110點 而成交增加了1千998億 今天市跌得這麼凶狠,跟吉里汽車升得好 今天就大幅向下,加上強勢股 今天普遍下跌,ATM又跌,港交所也跌 看到港交所跌成5.7%,大陰燭 騰訊5%有多,30元不見了 成為市,今天就大幅下跌510點的重要下跌動力來源 整個市情細,今天點題的字就是回馬昌續集 為什麼叫回馬昌續集,大家在昨天的節目 就是提防回馬昌,意思就是看上證指數 內地A股,以至科技股就好像出現回馬昌的狀況 什麼叫回馬昌呢?相傳就是楊家將的避忌 即是走走向前,突然轉頭一槍打下去,打下敵人 意思就是這兩類資金,好像很強勁,不斷衝殺向前 有可能突然回轉頭,結果昨天出現這個狀況 首先是美國科技股,到今天上證指數 都是出現回馬昌的狀況 跟昨天的預測是有些接近的 看上證指數,跌幅比港股還淒涼 港股2%左右,上證指數是4.5% 大跌151點 出現回馬昌,一方面走勢方面是相似 跌4點多%,大陰燭,肉酸 與此同時,消息面都是不多靚仔 因為今天起碼有兩個消息,對上證指數不利 第一,本來GDP今天公佈,第二季GDP 向好的是勝預期 按年增長3.2% 第二季,這本來是好的 但市場的解讀不是這樣解讀 一方面零售銷售當中的零售銷售 不是太靚仔,6月份 第二,這麼正的GDP增長 可能寬鬆的空間減少了 寬鬆減少了,覺得對股市不利 這是其中一個消息 第二個消息就是,監管當局 好像繼續為整個股市降溫 因為之前,內地股市炒得慶合合 很多時候,是超過一萬多億成交 兩個市價買,很多是超過一萬五億 講溫,措施包括什麼呢? 第一件事是嚴查,亂家槓桿 第二件事,點名是茅台 說茅台的酒升得很厲害 就說,酒不是用來炒的 換言之,對貴重茅台的聲勢 就開始用口珠來對付 希望不要炒得慶合合 在這種情況下,上證指數真的跌 出現回馬昌的情況 有少少散水格局 究竟會最終是否真的會散呢? 是否確認是散呢? 不妨看看兩個重要的技術指標 看看是否真的散水 第一個就是前浪頂的支持 這個就是3120幾點 大家留意著,這是3120幾點 與之同時,這個上升裂口 亦都是非常關鍵 因為7月初,這下爆上去之後 就展現了很強勁的聲勢 成交每天都萬多億 就是這下之後就開始出現了 這個亦都是3100幾點 顯示,這個重要關口就是3100幾點 準確一點,這個上升裂口底部是3152點 頂部是3187點 大家留意著,這個真的有什麼冬瓜豆腐 特別是3127點,這個前浪頂失手賣 確認是上升,就散水 這對港股就不是太有利 一散水就可以,起碼都來中期整股 沒有這麼快的磅就衝上去 這個回馬槍的第一個上升就出現了 第二個回馬槍就是美國科技股 看納斯達克之數,這個1000,不覺得有大問題 正在升61點,但你看其他的指標 發覺開始有問題 一方面有消息說,瑞銀說自己的客戶 之前3月份的時候趁虧跌,就買了很多貨 但現在開始就走人了,沽貨套飲 這個當然對美股整個氣氛不利 與此同時,科技股本身更加出現數據 令大家更加有些擔心 是不是科技股出現回馬槍呢 資金退回頭呢 首先,科技股,近來大型科技股走勢是弱的 連跌幾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看納斯達克100指數 更加令大家擔心 因為經過連續五週,跑贏標普500指數之後 過去一週的表現就開始落後於標普500指數 這個走勢是創四月以來最差的一週 而且四月以來最差的一週 更加是過去五年以來第四差的一週 顯示過去這段時間 本來納斯達克指數比標普500指數更多 現在轉了,這個情況出現了 大家要留意 第二個留意就是,原來納斯達克指數不止指數表現 而且波幅指數,波幅指數一般理解為恐慌指數 波幅指數上升,顯示大家開始擔心 現在發現,納斯達克100指數 500指數跌,這顯示資金開始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何確認,是否真的納斯達克指數回馬槍出現 散水,看兩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這陣子節目都提過 也是兩個位置 1021前浪頂,以至上升軌100天線 大家要留意著,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然要看香港自己幾隻重要科技股 以至強勢股的技術走勢 讓大家參考一下 看看會否這些股份出現一個散水 令到股價起碼出現一個中線的整固 先講科技股 ATM,講三隻 騰訊,看到了,跌穿了第三條上升軌 走勢就轉弱 現在第一級重要支持都是這陣子節目經常講的 505至512之間,今日都穿過下 接著是否能守到呢 如果穿過這個,最強的支持就是這個 綠色箭咀指著 480元左右,前浪底支持 如果穿過就是一個正式中線整固 這個是騰訊 阿里巴巴是怎樣呢 阿里巴巴第一個關口就是要看這個 這個就是前浪頂的支持 1月做出的,227.4元 其中一個要看著 另外要看著就是這個上升列口 就是當醫人遺留來 7月6日遺留來 介乎226.8元 他看到這裡是前浪頂的阻力 他用上升列口突破前浪頂的阻力 所以這個上升列口更加值得重視 所以留意著,大概226至231 看著這個位,這個就是阿里巴巴 美團是怎樣狀況呢 美團是看著上升軌 以至五十天線 不約而同都在160元左右 留意著,更加重要的支持位就是前浪底 就是150元 所以150至160元之間 就是美團的重要支持 是散水不散水的重要指標 至於恆生指數都要看一看 今天走勢真的差了 最近講的重要支持位都穿了 二十天線穿了 上升列口都穿了 整個情況 應該這樣 對不起,這個圖 故障應該拉近一點 近來最重要的支持位都穿了 連上升軌一度跌穿 現在重要的位是多少呢 就是五十天線 看著 就是24500點的重要支持 如果明天一開再穿 今天穿一穿 這條上升軌 穿了幾點下去 接著發上去幾點收 明天一開就穿下去 今天二四九六幾 明天應該就是這個位 明天平開或者稍微低開 都會再穿上升的位 到時就頭尺 相信就會下肆 五十天線 如果五十天線都失守了 就可能是中線整固的開始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